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另外很多人在关心幸福人寿到底是幸福了谁 那么这个媒体报导说邓文聪他人在牢里 但是钱呢居然在瑞士 全民那么付账300亿来补这个漏洞 我们在今天要持续的但应来追踪 这个跟国民党梦不离交交不离梦的幸福人寿 到底要如何的去从党库A国库 首先还是回到阿帕西事件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在酸 但是让我们看了很心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专门让人走上去参观的 其实让我感觉说那台飞机是可以让人参观用的 当下的氛围跟当下整个引导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很自然很正常的 我并没有觉得说我好像在做不对的行为 不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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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大批媒体李献荣反而觉得大家大惊小怪 虽然引发极大的风波 李献荣却丝毫没有回忆 南조선강점 및 해외 주둔 미군 3만여 명과 괴뢰군 각 군정지휘부 및 산하 부대를 포함한 53만 명에 달한다 미국과 괴뢰호전강들은 이번 조선전쟁 연습에 지난 조선전쟁에 참가했던 여러 나라 군사인원들까지 끌어들임으로써 제2조선전쟁의 불을 지르려는 기도를 노골적으로 드러냈다 조국평화통일위원회는 미제와 괴뢰호전강들의 얼찌프리돔 가디언 합동운사 연습을 조선 반도의 평화를 바라는 온 교례와 내비 여론에 대한 엄중한 도전으로 우리에 대한 용납할 수 없는 극악한 도발로 낙인하면서 치솟는 격분으로 존열이 규탄한다 제2조선전쟁의 불을 지르려 事实状况弄清楚 然后很快就处理了 那在这个12天当中 因为李倩荣这样子 一路往上烧 烧到最后 居然烧成一个大锅菜 一家伙惩处二十几个人 表示这点站在曾经退伍 各位当过军人的 不管当兵或者训练的都知道 打小还不能打给人家看 一家伙都处理了二十几个 然后再演一出戏 二十五颗星九个将领 一起到总统府 是做什么 那因为从时间的点 然后回过头来讲 人事实地物 那今天事情发生了这个样子 到最后是总统 把这些人都找进去 我绝对相信一件事情 当他把这二十五 这个九个将领 都找进去的时候 他有没有弄清楚状况 因为统帅三军统帅 你今天发生任何事情 好 你知道这个国防部长 他是海军 海军掌握不住陆军的状况 是确实 那你国防部长下面的军令系统 是参谋总长 参谋总长有没有弄清楚 你国防部长可以责成参谋总长 把所有的状况给我弄清楚 再弄不清楚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还有那个反情报总队 还有这个 就是现在叫的军机安全队 这个 然后第二个 你再还有正四正三 都可以去协助你 把状况搞清楚 我发觉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搞不清楚 到底大家 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是反的是什么 其实反的最大的是什么 你没有说实话 对 为什么没有说实话 是因为你搞不清楚 那你搞不清楚 这才我同意 刚刚我在看你们下标的时候 说这是国安危机 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天哪 还真是国安危机 从总统开始统帅搞不清楚 第二个 这样一个危机状况 要12天还处理不下来 确实是国安危机 那你真的 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办 所以 从这里面来看 包括他们所答复的这个 这个法律问题 就是说是不是军机 你国防部里面有法制室 你法制室养那么多人 是干什么的 你部长不会问法制室 在三天之内 把我研究清楚 到底这个法制室怎么依 然后你要跟外界怎么解释 因为这里面也牵涉到国安法 也牵涉到各种的法 那你给人家一个解释 第二个 你说 那个头盔在戴的时候 居然 他是一个国防部的督察长 他上去打巡的时候 讲话的轻挑的态度 我完全不能接受 包括陆军参谋长 狗 能不能进去 他说 没有规定不能进去 猫 猫 不要讲猫猪 如果我是国防部长 下去以后 立刻给他一个大户处 换掉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能很 这个也就是讲违京处理 他的那个军事发言人 是没有 没有事先 把所有的状况 可能发生怎么样 然后告诉大家 明天去 我们基本上 大家一起的态度是什么 很诚恳地向国人道歉 我们因为这件事情 给国家带来 给大家带来这么多 不好的观感 那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 我们准备怎么去改吗 都没有 在你们油腔滑舌的 你叫人家看了怎么看 我们当过军人 我们不是不爱这个国家 不是不爱这个军队 可是看不下去 真的是看了让人痛心 今天一个问题处理到现在 居然还没有结束 然后不断地放出各种 你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你那个营区 特产营区开放给人家 结果所有的议员去那边 做支持 对不对 你想要用别的新闻 一些郑小江的新闻也出来了 这些新闻也出来了 我相信都国防部放出来的 你放出来的目的在哪里 你处理危机 确确实实 如果拿我来讲的话 打十分都打不到 应该检讨 天罗哥你怎么看 这个AIT很罕见 他的发言人精明 很罕见的 出来好像替这个事情收场 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看得到 他给了一个 就是说在什么地方 可以看到什么地方可以看到 你觉得他是在把这件事情 大事化小是怕他欲盖弥彰 所以欲章弥盖 还是说他觉得这真的没什么 因为你们的退休将领 早就把比这个更严重 十倍百倍的东西拿去了 他在讽刺吗 我觉得 我觉得AIT的出这种场 事实上来讲是不寻常的 通常一个国外的单位 在人家的领土内 人家发生任何事情 你只有一件事情 对 即便因为为什么 飞机是你卖的 这些东西也都是你卖的 你觉得你有任何的 说不妥当的话 你必须跟国防部讲 甚至于透过外交管道 直接去讲 没有 我没有 我自己在国外 住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说 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国家的 这种代表处 今天如果我是外交部 我立刻出来修理他 你凭什么发言 你发什么言 这个是在哪里 对不对 你如果认为 今天影响到中美的问题 你的报告要回你的国务院 由你的国务院 对我们来处理 而不是你今天是一个老大的样子 在里面还指指点点 说你们这个那个 或者帮谁的忙 因为从他的 您刚刚讲的 从他的发言来看 只看见一件事情 他没有了解 现在我们为什么 整天媒体在讨论 以及所有民众 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的观感在哪里 对不对 再讲到后头 他居然国帮部还弄了一个调查 对对对 说多少份 你国帮部怎么可以直接的射到这个陆军 如果我是陆军司令 我立刻打报告不干了 对不对 表示对你陆军不相信 你整个系统出问题 那陆军自己弄不出来 结果要国帮部来弄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都丢脸 你那时候说调查这些士官兵说 到底就是你们开始举报 到底有多少人对不对 对对 这举报下去很惨 他应该问说 到底有多少人 没有带过人到营区来 然后这些人记家讲 对对不对 因为国君一再讲的 信任信仰三信心 你要信任你的长官 你要信任自己的信心 完全瓦解了 信心都没有呼吸 然后用这种方式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比较大悟说 现在退役将领到中国去 像劳哲康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很普遍 因为劳哲康那一天 其实到现在还在说谎 因为其实我觉得 那天看劳哲康 他说他是退伍之后 马上就到中国 过了管制期 可是照那个连晃大哥说 那时候根本没有管制期的规定 可是他是在1998年退伍 他在1999年3月 马上到中国 而且去担任一个法人代表 也就是董事长 这家公司是杭州新衡经贸公司 一个化工的公司 也就是不到半年的期间 那是不是他在退役降领 退休之前 他在台湾就已经申请到大陆去 然后在那边开设公司 这状况是不是很普遍 你讲普遍 第一个 这个他如果说 他有规定他不能去的话 我相信他一定去不了 那他能够申请去 完全也是按照法令规定 那我们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定 说你今天退伍下来不能去 或者不能做什么 甚至于包括大陆 对不对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四十几岁退下来 退下来 我一个工作一个工作做 那你说 今天我们回头看 我觉得这也是 这也是这个国军 很重要的重大的问题 因为你那么多的年轻人退伍下来以后 他居然没有办法在社会适应 你想想看 大部分人退下来的 三条途径 一条 就是大家没事 同学聚聚 到处游山玩水喝喝 其实他才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 OK 那他为什么不能再去做第二个工作 即便这个工作是在大陆 那第三个 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去做 不愿意去做 大部分保全 楼管 这样子的国军 能够让人家看得起吗 那好 回过头来讲 你国防部有退伍会 你退伍会都在辅导那些高阶将领 那么对于这些 这些年轻的下来以后 你怎么样有一套系统制度 让他能够跟社会去衔接 否则 那个人力也是一种空虚 可是这里面又反映了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今天国防部所有的这些 包括你学人事 学会计 学法律 学这些 能不能够跟社会去衔接 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他说他在中国那边 都没有人知道他是将军 都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有可能吗 中国那边的情搜 不可能啦 我在2003年去采访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老哲康是什么背景 对啊 他也刚去了第三年第四年 我们大家都知道 企业界只要知道 小沈在中国 小沈在中国 谁负责帮他处理中国的事业 就劳则康啊 可是我觉得最离谱的是什么 最离谱的是你高广琴 你身为一个国防部长 你要答复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竟然会回答说 他是合肤规定 然后超过了这个限制期限才去的 那根本就那时候 1998年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任何限制啊 是你国防部你自己连都搞不清楚 还有你高广琴 你身为一个国防部长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将领 我们的军官 天天都在跟老共打交道 天天都在那边一起打高老夫球 一起骑马一起爬山 而且呢 利用各种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一些什么 海峡论坛啊 和平论坛 这些论坛天天都缴获在一块 那你国防部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甚至还认为说 这样交流好啊 反正呢两岸也打不起来嘛 那既然打不起来 那就好好的一起爬山 好好的一起打球嘛 一起照相嘛 而且现在传出来是说 你看说饶哲康 大家现在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有没有听过饶哲康讲过一句话 没有啊 完全没有当事人最佳男主角 饶哲 饶乃成 饶乃成到现在还没讲半句话 而爸爸出面 姐姐出面 然后呢 这个姐姐出面还被鲁守成 这个就是带着头发的 对 那老乃成到现在都不讲话 这一点我要讲一下 那老乃成听说还是 他有个干爹 就是薛实民 那这么雄厚的背景 那你到现在为止你还不负责任 甚至我还想问说 那请问一下 老乃成他多久以后 可以被容聘到中国大陆 去当飞官 当教官 他多久以后可以去啊 老乃成到现在为止 我也想过 因为他到底要接受到怎么样的处分 还没有定 那第二点我相信军方一定也限制他 不准随意地对外去发言 免得事情再扩大 因为上头的火没有熄 你下头还出来干什么 出来一个死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但是老乃成我对他觉得 比较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是说你已经到了中校的阶子 OK 居然你带这些人进去的时候 你没有制止他们说不要拍照 这个照相机不要用 这个对我们任何一个当过宾的人来讲 是一个基本概念 到这里来跟拍出 而且特别知道现在的手机那么流传 是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 他今天升到了中校 他在过去的考核是怎么考核的 铁罗哥会不会他觉得说 旅长不也这样拍了吗 对不对 旅长的团也这样 那谁也这样 可是他是自然官 他是保房官 你保房官的概念要特别清楚 旅长这样拍的时候 你必须去跟旅长讲 这样是不可以的 而且他可以把它登记起来 是报上去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整个问题 是说你整个系统出了问题 那当然也有帮老奶城去可行的 就是说为什么 我也思考过为什么不处理它 搞不好老奶城一处理掉以后 他后面因为现在30架飞机来 搞不好还挑不到30个飞行员 OK 其实这个事情闹到现在 风风雨雨沸沸扬扬 整个不管是军纪涣散的问题 国安的问题 都不是李千荣一个人扛得起来的 所以如果今天星期天 我们重新来对焦的话 透过两则评论 是不是让这个我们的国军 能够好好的了解一下 反省一下 我们大家在通局的问题 到底在哪里 这个是老泽康将军的一个下属 他说过去他非常非常尊重 这个老泽康将军的 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军人 严格又票汉 微薄的薪水 生活辛苦也甘之如頤 现在的国军就只能说 钱多是少离家境了 他说近年来台湾民间社会 风起云涌的庶民力量 晚军跟舆论监督 不仅改变了政党政治 也逐渐穿透最后一道封闭的墙 就是军队了 所以他问的是 军队要如何回应新的社会期望 还是仍然自我形成封闭的组织 而不自知呢 那用来看自由时报的邹景文 他有一篇特稿 他特别讲到说 郑小江的这个案子 他说现在中国渗透 这个台湾的这个部分 陆海空三军 现在已经全部都凑齐了 出卖重要军事机密 甚至同袍名单 是出卖人民的叛国者 偷偷摸摸的犯的罪责 可能千百万倍高调的 比这个白幕的炫富吧 他说一九四九年 当然就谈到了当时 不管徐邦会战 或是辽西会战 平津会战 其实没有打多少遭遇战 就把中华民国给灭了 借的就是成功策反了 国民党的军和将领 甚至可以摸到蒋介石的身边 才会兵败如山倒 今天中国继续以相同的手法 全面试图要进入 台湾军队的心脏 对 天主哥 我觉得我的看法 某种程度跟周景文很像 我觉得你们抓了一个 白幕的艺人跟一个 就是说他平常就是个 公子哥的一个忠孝 然后把所有大家 对于国防的不满 对政府的这些特权 把它栽在他身上 结果你看我们多少 退休的将领 是这样子游走两岸 然后都没事 我明明知道游走两岸 还两岸一家亲 还我们流一样的血 什么样的话都出来了 那这样的情况 让整个建军备战 早就已经认为 这些都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 这个阿帕奇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观光景点 我回应一下刚刚金玉讲的 就是说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晚军跟舆论的事情 这一点是我一再强调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军中 最大的问题是 他关起门来练军 对 他始终不肯去面对 这个社会 高高中在当部长的时候 我曾经给他过建议 我说如果我们不面对问题 到头来是让问题帮你解决 就话讲完 没有三个月 那个洪中秋的案发生了 发生了以后 这个处理就看出中间的问题 这个封闭组织在现在来讲 包括这段时间 我上节目 我讲的话 甚至有一些人也在质询 说你为什么不帮军人讲话 为什么要去那个 我说我必须讲是确确实实出了问题 而这个问题出在军中的自己 可是军中今天我看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能力来改变这个状况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在一支军队 只是关起门来自己喊爽自己练 然后一出问题 任何一个问题一出就啪 所有的都产生了 我们到底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军队 来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的利润在过去的时间 正在取消了 整个军中的利润没有了依据 以前国家主义责任领袖 这个荣誉 对不对 其实只要国家责任荣誉 那领袖现在正当轮替了 常常换 没有人再喊领袖万岁了吧 对不对 像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的来处理 第二件事情 我要特别讲这个郑小江的事情 郑小江的事情 给我们最大的体验是什么 我最近刚好在研究一些 这个过去的历史的事情 1947年吧 戴力撞山以后 国民党一败涂地 是 这一点从老蒋来讲 因为情报完全失灵 对 第二点 我们今天的军队 到现在为什么发生 这个这样的问题 我刚好在看 帝国最后军人 白团与蒋介石 这本书里面得到了启示 因为我们的部队 以前都是日本训练 OK 这个林彪相对的 在那段时间 林彪的从十万人进入东山省 跟国民党一起去抢东山省的时候 最后他把东山省征服下来的时候 他的部队迅速扩充到120万 开始一路打到了海南岛 为什么 因为他是最早把日本军收编 他所有的后勤军医系统是依赖日本 所以才能够一路四如破竹打下来 老蒋从大陆来到台湾的时候 还没有来 刚春林是没有去军阀审判 引起所有的人哗然 但是他在那时候 让刚春林是回到日本 组织一个富士俱乐部 然后收集了所有的文献资料 然后白团最高的时候 76个人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以后协助建军 包括金门外岛的战役手下来 而且所有的人事制度 后勤制度 动员制度 甚至于军官团的训练 从原山训练所到石牌训练所 都是日本人训练 而这一批训练的影响 到郝不春 甚至于他后面这一带 就差不多到劳正康 他们这一带 以前都是承袭这样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军中 有所谓的连坐处分 这个连坐处分 是源自于日本的 那连坐处分也造成了 今天很大的后果 因为我们跟世间 跟杰林一起出去玩 那你今天当长官 你出事了 那我当然帮你咔嘛 要不然我们三个人一起 都完蛋了嘛 对不对 这个也是都是 大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以郑小江的案子 为什么 因为我是做 后来多半在做情报工作 当我们情报工作一看 他这个状况的时候 天哪 以前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在谈 以前都是我们 我们去往大陆去渗透 往大陆去买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有钱 我们现在钱没有人家多了 人家买到这里来了 其实情报工作就是花钱 你花钱还要花脑筋 大家在圈子里面 就是说大家玩 看谁玩得漂亮 那今天郑小江 能够以一个上位 你看看他到香港九年 这个九年 我们术语里面叫什么 你知道吗 这叫染色 他把身份整个转换 然后他拿了香港的身份证 他能够自由进出台湾 所以他能够第一手的接触 找他的目标 物色目标 物色完了以后吸收 吸收完了以后发展 对不对 能够大展到这样 我也蛮佩服的 但是呢 反过来讲 我们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军中没有抵抗的力量 反情报总队也撤了 这些政战整个不张你的 就是说同样的 把这件事情连接起来 今天军中发生事情的时候 主观不知道该听谁的 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包括总统 所以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 你军中到底要怎么重建 需要他们自己好好去思考 也需要这个所谓的最高统帅 脑筋清楚一点的时候 不要大锅菜 炒了大家一起 弄了那么久 一点点的决断能力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 他不负责任 下面你叫谁负责 进到广告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